哈囉我是葡萄 歡迎來到天空葡萄園 今天來玩這個風之谷的師傅 那麼我其實是一位風之谷的 骨灰級玩家了啊 那我差不多是在2003年的時候 2003年我相信很多觀眾應該還沒出生吧 我在2003年的時候就是第一次玩風之谷 然後我是那個時候的玩家 然後現在的風之谷嘛 已經經過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變得比較很不一樣 變得跟當初的風之谷已經不一樣了 然後現在就是一些什麼技能啊 還有一些什麼傷害啊 都很OP 都很誇張 那麼作為一個風之谷的老玩家嘛 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可以回到以前的風之谷 那要回到以前的風之谷 當然就是得找師傅來玩啊 那我就找到這個師傅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他這邊有個伺服器 就一個伺服器耶 雪姬啊 當然當然因為師傅通常都比較少人的關係啊 好 不過好像人也蠻多的吧 他 喔這個分流嘛 當初有20個分流 然後那時候我也要要找練功地點嘛 一直跳分流 然後我先找一個比較沒有人的分流好了 OK 哇那分流畫面這超超有回憶的 然後這邊可以來創角色啊 OK星劍角色 嗯 選擇角色種類 我當初我當初玩的時候應該 我當初 玩的時候是沒有這個的 200 2003年的版本是沒有這個分頁的 好 那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有更古早的版本耶 如果有觀眾 有觀眾知道的話嗎 差不多2003年 2004年那時候的版本啊 應該是 應該有 可是很難找吧 OK 那麼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選擇 欸是這個嗎 什麼冒險者 然後就 選擇 然後一開始來創我們的角色啊 那我要創什麼角色 天空葡萄園吧 然後我就先決定來 我決定啊 我決定要玩法師啊 我決定 我決定要玩法師 OK 然後男生臉型的話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創的時候是這個臉型 我當初第一次創的時候是個 是這個臉型啊 他有三個啊 一個是這種比較有精神的 然後另一個是這個比較帥氣 就是銳利 然後又比較帥氣的 然後這個 這個很窘 呵呵 好 那我選第二個好了 比較帥氣一點 然後髮髮型 當然是這個 欸 他就他就三 三種髮 三種髮型 一個平頭 然後一個這個帥氣的側分頭 然後這個 這也不知道什麼頭啊 我不知道 呵呵 我就選這個 然後我要 我要灰色T恤 然後 呃 黃 欸 他牛仔褲就兩 兩種眼 兩種顏色 好吧 黃色牛仔褲好 然後穿兩血 然後我要 我要拿劍 當初 我當初穿角色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好 開始 看一下哦 我叫什麼 欸 天空 葡萄園 OK 那我們就進去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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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呵 我當初 當初玩的時候是沒有這個什麼新手訓練所啊 我可以下去嗎 欸 不能下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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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下去 好吧 然後這邊 看一下哦 欸 深層的搖晃晃動的王巨城 拉圖斯 已經有人在打拉圖斯 哦 對 這個師傅好像蠻久的哦 好像已經有好幾年了吧 對 有好幾年了 然後點這個沙利 來到神秘谷 這個 這個師傅的 師傅的名字叫做神秘谷 好 那 我就 點 進去 然後進行一些新手任務吧 然後 欸 我怎麼變成這樣子 我現在是一個 這是什麼 我是一個種子嗎 還是一個 蘋果嗎 青蘋果 哦 這個版本我有玩過啊 我之前 退出 之前在玩 風之谷 然後我有退遊一段時間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有 我有經歷過 就是回來回過的時候 我有經歷過這個 好 那麼 OK 開始了 然後 這個是很簡單 新手 新手教學 然後 弓箭手春 弓手春 哇 咕咕寶貝 風之谷代表性人物 呃 代表性怪物啊 但是我這次 我這次其實我打算 練法師 我要先從一隻僧侶來練習 因為我可能就是要回歸以前的時候吧 然後先來一隻法 就是 呃 怎麼說 先 先練一隻僧侶來打基礎 然後這法師嗎 魔法森林 然後這個 勇士之春 勇士之春 想當初 打木牙打到 打到 熬夜 熬夜不睡覺 呵呵 然後這個是墮落城市 三眼章魚 我記得我那時候打墮落城市 好像不是打三眼章魚 我那時候是打什麼 啊打好像打蝙蝠的樣子 我是 我那時候 墮落城市 我是去打蝙蝠啊 去一個地鐵 然後打蝙蝠 然後奇幻村 這個奇幻村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哦 我新手時期嘛 我在2003年的新手時期嘛 我卡在奇幻村 卡了好像三四次吧 我當時我不知道 我點了 我好像有點了一輛車 我當時點了一輛車 然後我進入了奇幻村 然後 然後我進入奇幻村 我就出不來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進入奇幻村之後 我沒有錢出 我沒有 我沒有錢 在 在坐車出來 然後我就卡在裡面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回去 也 也不知道怎麼出去 因為外面的怪都很強 那時候 那時候光是綠姑姑嘛 綠姑姑就可以把我搞死了 好 所以我那時候卡 奇幻村 因為我卡三四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白夢要去點那台車 呵呵 然後就反正就這樣 然後卡三四次 三四次然後一直重練 然後在羅傑點擊他幹嘛 如何拿到Gash 這個 這個是 師傅嘛 好像你固定時間可以拿到Gash吧 哦 呃 每日在線 在線五分鐘可以得到一點Gash 然後 當日最高累積20個Gash 然後你邀請朋友來玩的話嘛 然後 然後朋友們 呃 邀請朋友來玩 然後朋友們 得到 打到三十幾之後可以 還可以獲得什麼 還會獲得額外的Gash 好吧 有人 有人要讓 讓我邀請的嗎 哈哈哈 然後這邊也問你 然後天空之城 看什麼看 沒見過美女 看過 見過 然後這天空之城 我這以前 我會在天空之城 打那個 打一隻很很像貓咪還是什麼的 喝個茶 我記得我會在天空之城打一個很像貓咪的 那時候我練什麼 我有練一隻冰 那個 哎 我好像有練一隻火火毒法師啊 然後那時候打一個藍色的貓咪 然後水世界 我在2003年的時候水世界是沒有沒有的 水世界好像差不多在2005年的時候出來的吧 對不對 我應該還記得 這位叫三 可以點他嗎 居然沒有東西吃 嗚嗚嗚 酷酷喔 水世界是2005年出來的吧 我應該 我應該還記得啊 然後這邊 這位叫托德 哦 頭上有有燈泡的都可以跟他接任務 OK 反正就打兔子啊對不對 這這新手任務有 哎 王巨城哎 剪 剪 剪起來 哎 剪不到 我要跳起來剪 然後在打什麼立體的毛 還要在打什麼立體 玩巨城超懷念的 然後在冰原雪域 想當初 想當初我在那個 我在我在冰原雪域嗎 跟我當時當時的王婆一起練功 哎 回憶啊 真是回憶 哈哈 然後跟這位彼得 我那時候我練火毒的時候 我也好像有在冰原雪域 冰原雪域打過怪 不過那時候因為我是還是 我有我在 因為以前王豐之谷說我在 還還是學生啊 然後學生的話 其實我們通常那時候 玩的遊戲都非常多 我們那時候打什麼 豐之谷嗎 然後還有什麼 魔獸爭霸 魔獸爭霸 信長之野望 然後還打什麼 CS 所以那時候我們真的沒 玩 王豐之谷嗎 真的是玩興趣的 真的沒有說太 太特別投入 基本上比起一些什麼 已經有200等了 200等的那些人嗎 我們那時候可以練 可以練到四轉嗎 那時候練到四轉 已經是很了不起的 是真的真的 然後任保頭指數 我今天我 我記得這個 這個師傅任保頭 呃 任保丟指數 是不用耗那個的 是不會耗耗那個 光有可的 來 點在這裡 然後 嘿 有沒有 哦 是這樣 不過 不過他會耗磨 然後這邊就可以離開了吧 好 走了 好 感谢观看